What's up 大家 今天我要來開箱一個時尚最爽的共冠品 前一陣子我們不是有去跟PlayStation合作 拍了一個PS5的搶先體驗嗎 他們居然把整台都送給我了 PlayStation 5的這個記憶體本身 非常非常的驚喜 以及期待跟開心 所以想說呢 可以記錄一下這一刻 它其實比我想像中的還要龐大 我們來看一下 哇 哇 他還寫了我的名字耶 阿滴 探索全新世界 看見前所未見 聽聞前所未聞 感受前所未有 現在就來體驗遊戲的崭新時代 這是屬於你的Play Has No Limits PlayStation 5 哇 超壯的 喔 因為它外面還有一個這個玻璃盒 所以很重 這怎麼開啊 喔這樣子 喔這樣子 好 PS5的本體在這裡 然後我們來開箱一下 這邊先有一個長方形的紙盒 指南 然後 有線 充電線 還有我們的 之前有演示過的 非常厲害 的那個remote controller 這個 無線的 dualsense controller 再來是它的本體 借用地心引力的幫助 它其實不輕耶 哇帥 PlayStation 5 它的logo在這裡 這邊 後面的話 電源嗎 HDMI 然後網路 跟兩個USB port 它的按鈕設計的很簡約 就是電源跟彈出這個光點 所以它送給我的是 有光碟機板的 其實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因為有光碟機板的 就是 比較要彈性 你也可以數位的 然後有 這個如果你買遊戲片的話 也可以玩得到 我來去跟我的 PlayStation 4 Pro 比較一下大小 這是 PlayStation 5 這是PlayStation 4 所以它的 大小 就整個size 是不太 不太一樣 雖然說看起來很大 但是如果你把它平擺 平擺像這樣子的話 就比它大一點 一點點而已 就可能在 這一邊 多出來了 可能5到10公分 這裡5到10公分 已經比我想像中的 還要小了 因為我一直 聽聞它說它 超級無敵巨大 但如果是跟 PlayStation 4 Pro 比的話 是還可以的 重量的話 重量的話也是比較重 對 這比較重 好啦之後如果 有拿到 PlayStation 5 遊戲的時候 我在猜想 PlayStation 4的遊戲 雖然說 compatible 但是手把的那些 精細的 細微的震動 可能在 舊的遊戲上面 雖然你在 PS5上面玩 可能還是感受不到 必須要買那種 它是在 PS5上面設計的遊戲 才可以比較 真實的 體驗到 科技的進展 就是它這個把手的進展 我再來體驗看看 好今天就是一個 開心的開箱影片 這邊一團亂 再來整理一下 謝謝手裡送給我的禮物 我會好好珍惜的 好的 那先這樣 掰掰